老阿嬷的一句话 点醒瓜瓜园董事长邱沐成 让寒急大翻身 成为年产值数亿元的黄金产业 但瓜瓜园如何壮大 天听邱沐成善用政府资源 取得资金活水秘诀 打通企业经营的任督二脉 是属于一个传统农业的形态 所以在资金的应用 过去都是仰赖农会的一个信用担保 毕竟它的额度是有限的 把这个财务透明以后 展现我们这个农业的一个企图心 也获得信保基金一个支持 所以让我们这个农业能够向下扎根 从此在展开资业 瓜瓜园善用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挂波锦 取得资金奥元加上经营有成 将番薯分级处理 成功研发出40多项衍生产品 获得消费者青睐外销到11国 从104年到107年营收成长6到7倍 尤其像现在的上市贵公司 大概有将近一半的公司业 使用信保基金的事业 所以中小企业在成长阶段里面 不论一开始的青年创业阶段 或到现在它需要再做生根 如果它做外销透展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自由品牌的一个贷款 的额度最高 它可以在国贸钱那边有个两亿的额度 中小企业因担保品不足 不易向银行取得融资 找中小企业信保基金就对了 根据统计信保基金107年 协助中小企业取得融资金额 高达1.3兆元 成立44年来 累计协助约40万家 中小企业办理信用保证 取得融资金额近18兆元 因此中小企业从创建 成长成熟期转型 都可以找到相关信用保证项目 是中小企业的好伙伴 信保基金赞 工商时报黄欣颖台南报导 小企业 ir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